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美国的怂恿之下 菲律宾单方面对华发起了挑衅 导致南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近期菲律宾不顾中方的一再劝阻和警告 先是派船执意闯入中国黄烟岛临近的海域 第二天又派船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 向非法坐摊的军舰运送物资 中国海警依法采取跟踪监视外逼 航路管制等等措施予以驱离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指责中方实施侵犯和挑衅 推升了南海的局势 美国也借机横插一角 指责中国干涉菲律宾的海上行动破坏地区稳定 对此中国外交部向非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 并且强调中国和菲律宾的海上争议 任何第三方无权介入 当前南海局势正在经历着空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变动 一是菲律宾的动作变得越来越活跃了 不断利用所谓对仁爱礁坐摊军舰的 补给炒作南海议题 第二是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入到了三毒阶段 各方的利益博弈更加的激烈 三是美国加紧利用南海的议题恶华制华 长期以来中国支持东盟在地区框架当中中心地位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才会对个别国家采取高度容忍的态度 但是容忍是有限度的 南海不是域外国家的游猎员 更不是大国博弈的决斗场 中非关系已站在十字路口 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非方务必要慎重行事 继派船只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临近海域 向非法坐摊军舰运送物资之后 上周菲律宾军方又称 菲律宾政府考虑在仁爱礁建造一个永久性民用建筑 并称仁爱礁属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 只有非方才可以在那里建造建筑 今后菲律宾不再运送军用补给而是运送民用补给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这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并确立的 符合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 菲律宾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所为裁决 主张仁爱礁属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否定中国对仁爱礁的领土主权 违反国际法原则 在法律上站不住脚 毛宁强调 仁爱礁现在是无人岛礁 中国和东盟国家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也明确 各方应维持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状态 菲律宾在仁爱礁问题上一再违背承诺 一再改变政策 一再侵权挑衅 引发复杂事态 菲律宾军方发言人公然声称 要在仁爱礁上建造永久建筑 这将是非方企图再次违背承诺 再次改变政策 再次破坏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状态的重大举动 这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方将坚决应对任何侵权挑衅 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而对于非方称 中国海警船冲撞菲律宾补给船 引发地区紧张局势 中国国防部批评称 菲律宾闯入中国仁爱礁临近海域 以挑衅方式冲撞中国船只 非常危险 极其不专业 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 予以规制 完全合理合法 这哪是什么人道主义运步 这完全是碰瓷 是作秀 中方始终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分歧 共同维护海上的稳定 但也不会对非方一而再 再而三的挑衅姿势 坐视不管 而在此时 美国也要在南海问题上添一把火 称中方采取不安全操作 不负责任 与菲律宾军方正保持密切沟通 美方履行美非共同防御条约义务的承诺 坚定不移 针对菲律宾近期的挑衅行为 中方做出了一系列正当应对和严厉警告 2023年12月2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在与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通话中 奉劝非方不要沿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 而应尽快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当务之急是妥善处理和管控好当前海上局势 12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 无视中方善意和克制的南海挑衅行径 极其危险 文章多次点名菲律宾和美国 谴责两国勾结导致南海失态升级 违逆时代潮流 不符合地区国家整体利益 中国始终致力于 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 通过对话协商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但绝不接受任何威胁 胁迫和无端攻击指责 如果非方误判形势 一意孤行 甚至与不怀好意的严外势力相互勾连 继续声势声乱 中方必将依法维权 坚决回应 25日当天 青南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宣布26日 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 禁止驶入 据日媒报道 美菲两国此前曾研判 马德雷山号 在不进行修复的情况下 还能维持多久 美国甚至可能在菲律宾 修复军舰时提供帮助 例如材料运输和安全保障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曾表态称 中国对亚洲邻国构成挑战 并指南海问题已成为复杂的地缘政治挑战 菲律宾和日本正加强同盟关系 并因同美国展开三方合作 而面对中方近期发出的严厉警告 马克思态度转变 他表示 虽然美国一直在帮助菲律宾进行海上巡逻 但就马德雷山号的具体情况而言 菲律宾人希望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分析指出 菲律宾近期越来越焦躁不安 是担心坐滩军舰最终解体 从而失去夺战人爱交的抓手 菲律宾政府最近在人爱交问题上的蠢蠢欲动 是世界大环境和菲律宾内部环境 双重作用共振的结果 一方面 在俄乌冲突 波兰不断 巴以冲突又开新片的背景之下 美国的主要经历被锁定在了相关区域 使得拜登政府策划已久 声势浩大的 重返亚太行动不得不暂停 但为了继续给中国的发展制造障碍 美国不但亲自出手 在高科技等领域继续对中国横加制裁 还驱动日本韩国等盟国相互勾连 意图把北约等势力引入亚太 对中国长期制衡 另外 就是在本已经走向团结合作 趋于平静的中国南海 重新激活菲律宾这颗蝎子 想要重新搅混试探 另一方面 小马克思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 通过树立中国这个靶子 马克思也可以转移国内 对其执政能力质疑的注意力 转化成为自身的声望 那菲律宾很清楚 如果真的和中国刀兵相像 非方是断然不可能占到一丝便宜的 面对菲律宾的挑衅 中国方面既保留了相当强大的克制与定力 也默默展示了自己的肌肉 一方面 对于菲律宾一系列作秀式的冲撞 中方第一时间揭露真相 展现出了在相关海域强大的局势控制能力 二方面 通过军队海警渔民等等的联动部署 更是展现出中国的军民一体上下同意 三方面 中国也没有关闭外交沟通的管道 而是耐心的保持与非方的联系 为局势的转环留下了空间 中方仍然希望在中国与东盟国家联合制定的 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内 和平解决中非之间的相关争议 在中国的不懈努力下 在2023年11月中美两国政治关系阶段性缓和的大背景下 菲律宾也意识到了被人当枪使的危险性 因此近期小马克思也表态 南海问题菲律宾打算自己解决 似乎是要改变之前搅浑水拉美国介入的计划 那么目前看 在包括仁爱交在内的一系列冲突 都有趋缓的可能性 但是考虑到菲律宾在相关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过往 中国方面仍然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保持在仁爱交附近常态化的执法力量存在 防止非方对马德雷山号登陆舰的非法加固 那么持之以恒 借用时间和自然的力量 我们可以消解掉菲律宾的无理存在 去年以来在中国南沙仁爱交旁 不满铁锈摇摇欲坠的菲律宾海军非法坐摊军舰 马德雷山号成为中非以及个别域外国家角力的焦点 菲律宾这艘军舰可以说是个老问题 已经在仁爱交上坐摊了24年之久 1999年5月9日 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第二天 菲律宾一艘破旧的坦克登陆舰 马德雷山号驶向了仁爱交 恰好漏水 之后便就地坐摊 中方多次要求非方拖走军舰 但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没有彻底切断军舰上的非方人员与外界的联系 非方可以在中国批准 且有中方船只监控的背景下 向船上运送食物等基础的生活物资 可非方此次却试图往船上运送大批修补材料 企图把破旧军舰搞成永久据点 美国是菲律宾在全球唯一的条约盟友 对菲律宾具有重要影响力 一直以来 美国都明确支持菲律宾在仁爱交 乃至更广泛的南海进行非法活动 并帮助他们强化能力建设 增加与中国博弈的筹码 回顾仁爱交问题再度升温的时间线 恰于美非推进一系列军事合作几乎同步 去年4月初 美国宣布要在菲律宾增开4个军事基地 使得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数量达到9个 其中有6个直接面向台海和南海 随后不久 美非在马尼拉启动为期18天的 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 不仅规模为史上最大 而且演习新增网络防御和海上实弹射击科目演练 针对性意味十分明显 5月 美国与菲律宾达成双边防务准则 明确表示对菲律宾的防御将涵盖南海 6月 美日非三国在菲律宾附近海域举行首次海岸警卫队联合演习 9月 美军同菲律宾武装部队讨论了进一步扩大美军可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的数量 菲律宾方面对此做出积极回应 称飞方对这些项目的进展非常满意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项目 使美非两军能够开展联合演习和军事行动 而就在上个月 美国吉福斯号滨海战斗舰非法闯入仁爱礁临近海域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上兵力全程跟肩警戒 美方的蓄意挑衅遭到中方回击和驳斥 但美方搅居南海的做法已经让飞方产生误判 马克思政府上台后 逐渐让非美关系走出此前的低谷 2022年11月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访问菲律宾期间 登上被美国媒体称为 非中海上主权争端最前线的巴拉旺岛 美国国际开发署 美国贸易发展署则分别斥资 打着支持菲律宾人在南海 以传统方式捕鱼的幌子 支持菲律宾海景升级和扩大 船舶交通管理系统 2023年5月 马克思成为10年来 首位到访美国白宫的菲律宾总统 访问期间 美国再次确认了根据共同防御条约 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 不难发现 正是美国政府和军方不断挑拨 才让菲律宾政府 在南海问题上越走越偏 自从菲律宾小马克思政府上台之后 美国就加大了对菲律宾的拉拢异度 而之所以如此 我们可以用三方面原因来概括 第一 菲律宾国内亲美派势力庞大 特别是菲律宾的反对党军方 以及外交系统 基本都被美国伸透的是彻彻底底 美国通过对反对党和其他亲美势力的控制 其实制约了小马克思执政联盟的队形 第二 当然美国人也善于收买菲律宾几层人心 比如中资企业在菲律宾大部分都雇佣中国员工 而美资则都是聘请当地人 老百姓有实惠 而且南北各大家族企业也可以拿到工程风暴 可以说上下都满意 自然也使菲国内老百姓对美国的态度又好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原因 即小马克思 也许不亲美 但是肯定巨美怕美 马克思家族因贪腐问题在美国有两起诉讼 金额高达23.29亿美元 不仅如此 菲律宾反对党还在反弹法院 向马克思家族提起了一系列诉讼 涉及金额高达40亿美元 而众所周知 目前菲律宾的反对党都是美国幕后支持的 一旦小马克思不听话 美国分分钟可能反弹 而归根结底 美国对于菲律宾的态度就正如纽约时报所言 长期以来 美国一直被菲律宾临近中国的地理位置所吸引 那出于贪婪和地缘政治原因 美国将巩固菲律宾的寡头政治作为一项政策 因为它加强了美国的控制 而这对于菲律宾人来说 就是一种诅咒 美国把在亚太地区组建小多边同盟的做法 照搬到菲律宾身上 去年6月 美日飞三国国家安全顾问在日本东京举行三方会谈 讨论南海等问题 并决定展开海上联合行动 此举意味着美日飞三边安全机制浮出水面 而传统上在东南亚拥有影响的澳大利亚 也不失时机地加入 8月 美日澳飞在南海举行联合训练 澳飞两军在美海军陆战队空中支援下 实施了2000人规模的登陆战演习 11月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 双方宣布启动互惠准入协定谈判 谋划美日飞和日飞展开全方位军事合作 日本还决定向菲律宾提供海岸监视雷达 以及五艘大型巡逻船 帮助菲律宾加强海上防卫能力 12月 日本东盟建立友好合作关系50周年纪念峰会 在东京举行 这原本是一场探讨区域经济合作的会议 然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却在峰会期间 大谈南海问题 对中国肆意抹黑 并称菲律宾完全没打算通过和平磋商 来解决南海问题 马克思访问日本期间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和日本海上保安厅 交换了合作备忘录文件 菲律宾与日本近期也开始就 互惠准入协定展开谈判 这一协定将允许两国在对方领土上 部署防卫力量 美菲已有共同防御条约 而此前 菲律宾已经连续与澳大利亚和英国签署了相关协议 军事合作的加强 也将进一步激化南海和台海局势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对于菲律宾县政府对美国的态度 我们不能简单的判断为其就是一边倒 而是要看到其现实的无奈性和未来的可能性 对于中方而言 首先要让菲律宾清楚 巩固美菲盟友关系不能针对中国 美菲是传统盟国 他们巩固盟友关系无可厚非 但菲律宾要明白 一旦美菲双方在南海台海的方面 触及危害中国核心利益 那么对菲律宾而言 同样会利益受损 而这种损失 可能将使菲律宾无法承受之重 其次呢 中菲双方有信任根基 理应合则两立 一来做好双边的沟通协调 完善双边协商机制 降低信息不透明 不对称的风险 二来呢 要审慎态度面对南海困境 降低仲裁裁决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第三呢 南海争议不是中非关系的主流 要充分发挥 双方包括自然资源 农业 能源等领域的双边合作潜力 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 第三 要充分发挥 东盟在中非关系和中美国议中的 缓冲调停作用 一来尽快完成 中国与东盟的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 降低预外国家干预力度 二来应在底线红线范围内 实现中美缓和 在东盟架构之下 推进亚太地区包容性秩序的构建 全时代战随时能战 2023年 中国海军被全球公认为世界第二大海军 是具备在西太平洋执行 海空对抗岛屿攻防 保护国家战略通道 对敌实施核报复的强大海上武装力量 从大型作战平台来看 中国海军已经装备了 两艘6万吨级常规动力航母 一艘航母正在快速舰到当中 三艘4万吨级的两栖攻击舰服役 近期外界高度关注中国第三艘航母 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 进行近载发射测试 并且将进行海事的消息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当中 中国海军面临多方机遇和挑战 一方面 中国海军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承担了联合国反恐 反海盗等任务 为打击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 做出贡献 另一方面 美国一直视中国海军为最大的潜在对手 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存在和影响 试图遏制中国海军的发展和行动 从近海防御到远洋作战 中国海军正在进行战略转型 这意味着不仅要保卫自己的领海领空 还要保障国家的海上利益和安全 参与国际和地区的事务 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捍卫中国领海主权 驱逐一切来犯之敌 12月8号 中英双语短片 OA3D整个积极震撼发布 致敬中程守卫中国万里海礁的人民海军 收到 接上一天 有外军舰船在战略海军中 上级队外舰立即前处 搜索查证 向目标海域加速前进 外舰突然加速 向往连海逼近 战斗警报 战斗警报 这则体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战斗意志和顽强作风的超然短片 其中出现的055型万吨大驱 052D型防空驱逐舰 054A型导弹护卫舰等 都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独立研制装备的大中型水面主战舰艇 拥有强大的反舰 防空 反导 反潜 陆工等综合作战性能 各种各样海上大中小型作战平台的入列规模越来越庞大 不仅保障了东海 台海 南海等中国周边海域的安全与稳定 同时也维护了西太平洋 印度洋贸易航道的畅通无阻 上个月 解放军南部战区的海军护卫舰 恩师舰和同龄舰 在南海进行了长航时多科目实战化训练 航渡期间 空中敌情突至 通过雷达搜索 编队相继发现敌方空中飞行目标 各舰随即调整阵型 展开主炮对空打击 指挥员一声令下 编队舰艇主炮高速骑射 在空中形成密集火力网 成功将敌机击落 随后 雷达站位发现海面有敌方快艇正向编队急速逼近 各舰根据现场态势采取战术机动 并使用机枪实施火力射击 目标右斜60度 机枪手组织连胜 相变目标 机枪手快速做出反应 多轮打击过后 快艇被摧毁 持续多天的海上训练中 还包括编队运动 航行与警戒 综合攻防和轻武器射击等科目训练 随机穿插装备出现故障 和舱室破损进水等内容 提升编队执行任务的能力 航行与警戒 是要体力 移民党航行与警戒 外界远离 我借请求发挥正位 近年来 中国海军加快发展步伐 不断提高自主研发和建造能力 引进和吸收先进技术和装备 加强在台海南海的训练和演习 提升战斗力和威慑力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12月29日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在京闭幕 会议经表决 决定任命原海军司令员董军 为中国国防部部长 与前几任防长不同的是 董军曾长期在海军机关工作 曾担任过北海舰队副参谋长 东海舰队副司令员 海军副参谋长 以及海军司令员等职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特别是近20年的快速迭代 人民解放军无论在装备数量上 还是质量上 都成为世界军队第一梯队的重要一员 作为和平时期维护海外中国利益 投送中国力量的重要手段 人民海军也在下饺子的狂潮中 从当年的以空潜快为主力的 黄水海军成为了一支 以航母核潜艇大型导弹驱逐舰为主力 以维护和平为目的 走向深蓝的强大力量 无论是亚丁湾的常态化护航 还是和平方舟远赴各国 拨洒和平与爱的种子 亦或是航母编队前出西泰 密集的演练 海军既承担起了和平时期 维护国家利益 展示国家形象的重任 也时刻整个代弹 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一切准备 那么此次董军上将接任国防部长 体现出海军在解放军中 地位和重要性不断提高 而作为和平时期 最具备国际化交往能力与视角的军种 海军出身的高级军官 出任担负军事外交重任的国防部长一职 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解放军的国际交往水平 有利于在世界范围内 传播我们人民解放军 和平之师 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习系直通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o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